希望说不要因为他的参加而模糊的焦点 毕竟这场游行主要的诉求是因为马政府的施政不当 造成民生经济的这个凋敝 人民苦不堪言 重点在于这边 那县任长曾经身为总统的候选人 他认为说这场游行他不适合上街头 但是他仍然会在每一个角落 在电视上在网路上透过电视透过媒体 会持续关心这场游行 好了您刚才可以听到的 谢长廷办公室的发言人表示 因为这次1025是要呛马总统 而他之前是谢长廷和马总统是一起竞选的 所以他担心这个游行 因为他参加会有模糊焦点的这样的考虑 所以说不去了 但是因为曾经总统要去参加这个游行 会被解读成所谓的是贬谢心结再起 但是谢长廷办公室发言人表示 并没有所谓的贬谢心结等等的这样的说法 以上就是现场最新状况 把镜头交给铺妹